今天来做ACVL全属性硬核测评 配件的选择放在视频最后了 OK 直接开始 先是1 伤害 ACVL的系数伤害为39点 是步枪最低的 打1级甲需要4枪 2级甲需要5枪 3级甲需要6枪 并且它的伤害衰减非常严重 超过20米就衰减一点伤害了 远了需要打更多枪 所以它只适合近战用 2 射速 直接来看打完35发子弹的总耗时 一共耗时2.63秒 射速为35除以2.63等于13.31发 射速排名全部强第一 比狗杂都要快 3 秒伤 秒伤就很好计算了 39乘以13.31等于519.09 秒伤仅次于狗杂 真的没想到啊 不过这个秒伤仅限于近距离 远了伤害衰减太厉害了 4 换弹时间 不装弹侠时 普通换弹为2.7秒 战术换弹为2.1秒 装了快阔弹侠后 普通换弹为1.9秒 战术换弹为1.5秒 换弹速度属于步枪第二挡 比M416 SKAR M16A4 密换慢 比其他步枪快 5 子弹输速 我们绞学300米的靶子 子弹打中300米的目标 一共耗时0.9秒 子弹输速为300除0.9等于333.33米每秒 排名全部强垫底 远战太废了 6 弹容量和配件 ACVL数值弹容量20发 扩容后为35发 能安装3个配件 扩展性步枪 OK 接下来停入数据库 总结 ACVL优缺点很分明 射速快 秒伤极高 近战非常厉害 但伤害衰减大 子弹出速极慢 稍远一点就不建议使用了 太废了 配件方面 建议瞄准镜就有红点就行了 背镜真的没必要 握把方面 根据自己的实力来选择 因为本身后座地比较低 所以并不需要装垂直握把 拇指 直角 激光瞄准器都能选择 弹侠就没得说了 肯定是快阔最好 小伙伴们 对于AC步枪你们怎么看呢